大陆方面其实呢看到他们的生活问题 近来呢多地是遭到了台风度苏锐的侵袭 先后是让北京天津和河北地区陷入特大暴雨灾情 那目前将与人持续 尤其呢是大陆的桌州最为严重 搜救人员他们也出动了橡皮艇展开一个救援行动 先来看一段现场画面 需要转移群众抓紧出来啊 没水没电没吃的 一天一宿两宿了吧 那么大陆气象单位就指出这波雨是造成北京140年来最大的一个降雨量 并且是在8月2号转移到大陆东北地区黑龙江省 那么这两天将成为强降雨中心 当地的民众需要警惕雷暴大风 还有冰雹甚至是龙卷风 那目前呢河北桌州更是全城呢 可以看到几乎都是泡在水里 超过13万户的民众呢他们都已经受灾 停水停电而且呢还断网 民众挨饿受困不断是到网上发文向外求救 那网传当局为了要报北京泄洪 但是呢事前竟然是没有先做通知 这也导致了周边城市大淹水暂停严重 大大小小的呼救声此起彼落让人胆战心惊 放眼望去一片汪洋全城通通泡在水里 民众无处可逃作困仇臣 大陆连日暴雨北京天津河北大淹水 河北卓州更是全域停水部分停电断网 超过13万人受灾 有人说家里已经没水没电三天 也没吃的生怕房屋垮下来 发文向外求助 多栋大厦的一楼被淹没 其中一栋的地下停车场 更被冲到垮塌形成一个巨大天坑 大水还不断往下灌 居民只能往楼上逃 还有工厂一楼被淹 24个人受困 竟然用各种姿势蹲在二楼 时间长达15个小时 都是水 全汁水 周州公安局微博发文求救 需要传汁救生液和饮用水 不少讯息直指 当地因为好大雨而泄洪 事前却没有通知居民 导致灾情惨重 网路甚至谣传 泄洪保北京的说法 认为泄洪是要让北京灾情降低 但却牺牲了河北卓州 大陆暴雨不停歇 逐渐转往东北 黑龙江发出暴雨红色预警 哈尔滨市区的台阶全变成了瀑布 大水不断狂泄 更灌进当地的宾馆 玻璃门都快被冲断 暴雨狂下四处狂烟哈尔滨 紧急停客停运 许多车子泡在水中 禁见民众划船出门 景区更出现豪雨 狭带冰雹导致游客受困 大陆气象局表示 降雨中心从华北转移 东北卡努登陆 抿着沿海的可能性减少 这波豪雨预计4号会逐渐趋缓 大陆北方因为台风杜素瑞登台之后 豪雨灾情频传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 黑龙江省的哈姆高速公路 因为豪雨坍塌 有车辆在经过的时候 直接栽进了桥面熬洞 这一起意外事发生在今天早上的8点50分左右 高速公路牡丹江往哈尔滨方向253公里处 因为山红冲刷脱落 结果有一辆车开太快了 也没发现前方有异状 直接就坠入到凹洞内 车头插进泥流当中 幸好当时有庸路人发现 赶快下车帮忙救了驾驶一条命 请不吝点赞订阅